1月26日下午13点,女演员张倩更新微博《阳光海滩让我心情快乐》,配图是她在蓝天碧海下的三张自拍以及一张看了就令人忍不住心神向往的风景图。 提及张倩,很多人都知道她是张卫健的妻子,也对她与张卫健那段堪称佳话的婚姻津津乐道,至于她作为独立个人的相关信息,却有很多网友并不怎么了解。 实际上,张倩出生文艺世家、文豪兼故宫博物馆创始人之一的庄韵宽是她的太公,有着当代中国影响最大、最著名、最具传奇色彩文化老人之称的吴祖光是她表舅,至于她的父母,一个是舞台剧演员兼书法协会会长,一个在成为家庭主妇前是知名舞蹈演员。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出生的张倩,自懂事起就接受大家闺秀的教育,更是在国画上有着非凡的造诣,但她却从心地选择了唱歌放弃了这一切,去了演艺圈发展。 可惜的是,张倩虽然凭借亮丽的外形与不俗的歌喉,借由第一届《殷皇金融碑》电视大奖歌手选拔赛成功出道,但因为不愿意听从公司安排,做他们喜爱的音乐而被迫终止了歌手生涯。 为了突破限制,张倩开始尝试转型,她先后担任过美国卫视亚洲音乐电视节目《天籁村》,《河北电视台》,《音乐电视》,《北京电视台》,《音乐转播站》等多个节目的主持人。 同时她也在偶然的机会下,先后参与拍摄电视剧《慈禧西行》,《爱车爱你》等影视剧开始了自己演员的生涯。 小宝与康熙,钟的《沐建平》,齐天大圣孙悟空,钟的《素素》,《仙剑奇侠船》,钟的《采一》,聊斋三,钟的《耕娘》,虽然很可惜,录时的张倩很高产也塑造了很多令观众记忆犹新的角色,却一直戏红人不红。 但她还是因此收获了此生最大的幸福,张卫健。 张倩认识张卫健是在片场,不过彼时两人不仅不在一个剧组,地位也是不对等,因此并没有多少交际,然而感情这回事还是讲缘分,兜兜转转转下两人于1999年合作电视剧《陈梦吉传奇》时,从剧中走到剧外,正式公开了恋情。 2007年,爱情长跑多年的两人,在张倩的老家江苏南京领证结婚,但令人唏嘘的是,婚后两人的爱情结晶两度降临却终因为意外又相继离去,为此张倩一度患上严重抑郁症,但好在因为张卫健,因为她的爱,她勇敢走出了阴霾,也学会了坚强。 如今,张倩已经44岁了,虽然至今无子,演艺事业也多番碰壁,但有个忙完工作难得休息却还愿意陪她上街的男人,她从不感觉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不快乐,也衷心祝福,沐建平,和,为小宝,能一直这么幸福,比心,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